欢迎来到今天的BBC 前俄罗斯间谍斯克里帕尔 周日被发现与女儿在英格兰南部索尔兹伯里 一个购物中心内婚名 送院后目前仍然为待 当地反恐部门怀疑两人曾接触神经性毒剂 但没有透露详情 有报道指两人在家中被下毒 俄罗斯表明愿意协助调查 但否认在幕后策划事件 来听我们今天的BBC头条 Moore emerges on the attack that's left a former Russian spy his daughter and a British policeman in hospital This is being treated as a major incident involving attempted murder by administration of a nerve agent Our security correspondent gives us his assessment of what we know so far Why the controversial visit of Saudi Arabia's crown prince to London is so important to Britain how Canada and Mexico could be exempt from President Trump's planned tariffs on steel and aluminium imports Out of surgery The athletes objected to a vicious attack in South Africa The last 10 years had an amazing life from where he's come to where he is now in terms of his determination and his strength So I don't put it past him to come right back And Jupiter, our solar system's biggest planet reveals its secrets to the Juno probe 好,我们来看到第一个头条 那more emerges 就是有更多的事情 emerge是什么 出现 就是浮现出来 更多的事证浮现出来 然后在什么事情上的事证呢 The attack 就是这个攻击 什么样的攻击呢 That 这个攻击是用 which跟that来解释 是 这个攻击呢 has left 已经遗留了一个什么 前任的俄罗斯的spy间谍 还有这个间谍的女儿 还有一个英国的警察 在医院里面 就是这个事件造成的就是 三个人都在医院里面 那这个事件有更多的事项 就浮现出来了 好 It is being treated 就是这个事情是被对待 当成是一个major 非常重大的incident 重大的意外事件 就是政府能看到这个事件的意思 那involving就是包含了 attempted murder attempted就是企图性的 那个murder 就是磨杀 就是说 这个是有意图的磨杀 并不是说就是随机杀人 或什么 这个是刻意蓄意磨杀的意思 就因为这包含虚异磨杀 所以政府就是这个事情是被 就是被对待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外 然后这是 气阻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虚异磨杀呢 是背什么东西虚异磨杀 administration是什么 这边这边指的是 私用跟就是使用的意思 就是什么样的私用 私用什么东西呢 a nerve agent 这什么意思 英文解释在这边 那中文就是说神经性毒计就对了 它的意思就是说 你我们神经传导都会有个物质 会从一个神经传导另外的神经 你就会产生连结 你就可以思考 那这个物质呢 神经这个病毒素 就是给你阻断这样的传导 那你就瞬间好像就 人体就出了 突然都没有传导 突然都没有电力 然后就直接就死了这样子 那我们的security 就是我们的就是保安的correspondent 就是记者呢 给我们他的assessment 就是他的一些评估 评估什么样的评估呢 what we know so far 就是我们到底知道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知道什么 那我们的记者会跟我们讲 那来看第二个头条 那为什么这个controversal是什么 具有争议性的一个拜访 谁的拜访呢 沙奥地阿拉伯的crumb fins是什么 王储的皇太子的这个拜访 对伦敦来说是非常的重要 对英国来说 Britain就是不列颠嘛 就为什么这个阿拉伯的这个 沙奥地阿拉伯的这个王储 到伦敦的这个访问 对英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同时也是很有争议性的controversal 那你看第三个头条 那如何呢 加拿大还有墨西哥 将会有可能被exempt from 这个就是被免除exempt 就是为什么就是这个加拿大和墨西哥 就会被免除 被什么地方免除呢 总统川普的plan的计划性的tariff的关税 在什么样上面的关税 加在钢铁还有aluminum就是铝的关税 铝的进口 这是import进口 就在钢铁跟铝的这个进口的关税 那这个关税是川普所计划好的这个关税上 在这个议题上 为什么 如何 为什么就是加拿大和墨西哥 将会免除在这两个关税上 就他们不用够这个关税给进来 其他国家都要 那来看第四个头条 out of surgery 从手术中出来了 那the athlete就是这个运动家 就躺在这个病毒上这个运动家呢 who is subjected to 就在解释 这个是哪个运动家 就是那个承受了一个vicious attack 就是恶毒的攻击的这个运动家 已经走出手术了 那是在哪里呢 在南非的这个运动家走出手术了 那他的名字就是这个M先生呢 已经有了一个amazing life 就一个很棒的生命 很棒的一个生命 重新开始了 从哪里开始 从where he has come to and where he is now 就是说 从就是他已经经历过什么地方走出来 就是可能假设鬼门关走出来 或是这种痛苦中走出来 然后他现在正在哪里 他现在正在医院嘛 就从这两个地方来说 他其实已经有了一个很棒的生命 就是说鼓励他的意思 就是你已经comfort这样子 那in terms of 就是就什么来说的意思 那就什么来说 他已经有了很好的生命 他的determination 就是他的就是决心 还有他的强壮的程度 就是说你看要很大的决心 才能够就是从这种恶毒攻击 给复原 那我们等一下来讲什么恶毒攻击 所以呢 我并不put it past him 这是一个片语 就是说 我不会感到意外的意思 去怎样 come right back 就是说 他就是直接回来这个运动界啦 我并不会put it past him 就是我并不会对他这个行为感到 不 他如果直接回来运动界 我对这个不会感到很surprise 很意外 这是个这样的片语 他的用法就是put it past 然后后面加 就是他的him 或是什么 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说 他是有一天在牵脚踏车的时候 然后突然被人家用电锯 把他的腿给锯断 那就莫名其妙 那个动机到现在都不知道 所以这是一个很恐怖的故事 好 那就是他的背景故事 那看第五个头条 最后一个and jupiter 就是木星呢 我们的solar systems 我们的太阳系里面的最大的一个星球 就是木星 reveals揭发了its 就是木星自己的 揭发了他的秘密 给谁 揭发 对谁揭发 juno probe juno是一个名字啦 那probe是什么 探针就是这个 juno probe就是这一台 这一台 有没有看到左边的照片这一台 好 那他像右边的照片 他就揭发的啦 在bbc的新闻上面 就是说 他这边有看到很多的圈圈嘛 那这个每一个都是一个暴风 cycling 那中间那个是一个最大暴风 所以这最大暴风 旁边围绕了七个小暴风 那这个在 木星上这个是 可能很频繁 但是对我们地球人来说 我们是没有见过这样的现象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VPC 拜拜